那放下 你看这个地方总的给我们讲 荡相即空 相近新尘 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总的放下 这五种指 这八个字是总说的 为什么呢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金刚经》上讲的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相即空 相有没有呢 相有 不是真有 幻有 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最好 真的不是假的 物质现象不存在 近代的科学家也发现了 物质是假的 不是的 还发现了 空间是假的 不是的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 三千年前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透彻了 现在科学家才发现 发现的时候 是接近了 还没有佛经 讲得那么透彻 那对 佛家将宇宙起源 向近 向近不是没有 这个近是你透彻 明白了 你的心在向上 辱辱不动了 你不会跟着像在变 像是刹那在变 你的心念也刹那在变 就错了 那你就很累了 你活得很辛苦 他动 你自己不动 你了解 此事真相 是怎么会刺激 这些幻想 根本就不存在 根本就不可得 就像大般若经常所说 这是佛门最大的估计 六百卷 一遍都下来 我做了一个总结 十二个字 一切法 无所有 离境空不可得 这就是世尊 二十二年所讲 般若经典 核心 二十二年 讲般若 就讲这四句话 告诉你 一切法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 跟心 我们的身 是物质现象 我们的心 是精神现象 都不可得 都是无所有 鼻境空 不可得 像尽心 你心就不动 心不动 你才真正把 试出世间 一切法 真相 看到 他动 你也动 你永远看不到他 他动 你不动 就看到他 所以佛家 八万四千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道 门禁 方法门禁多 一个原则 一个真理 就是真的 就是此地讲的 向尽心尘 他可以展开来 用无量无边的方法 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佛家讲的时候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这个法门 不仅是佛门里面讲法 包括所有宗教 包括所有的学术 统统包尽 三种周边里都有 包尽 都能够达到 究竟圆满的境界 向尽 就是望尽 心尘 就是还原 回归到自行 所以 然后你来 回过头来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你会怎么样 坐而无坐 无坐而坐 你得大自在了 你要不要帮助这些众生 解决问题呢 要 那是坐 心地没动过 心尘 所以从心上讲了 无坐 从事上讲了 有坐 坐而无坐 无坐而坐 没有得实行 没有忧虑 你坐都坐在 这叫学佛 先放下 然后再提起 所以先要修 相见 心尘之后 广度动身 所以要认识 当相借口 你在六根 在六成境界里 如如不动 为什么 外面形象是假的 你其心动念错了 外面阴神 也是假的 虽然神相未处罚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佛在经安 就是说 法上应实 何况非法 这就是释迦文说 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 可不能执着 执着错了 不但不能执着 也不能分别 那你就全通了 如果你要执着 你要是分别它 错了 佛法微妙处在此地 真的受用 危险 你还识得 你还识得 我会安心 你还识得 你还识得